你生成的图片都会在下面 然后如果喜欢一个图片 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邮件点击 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记得要及时保存 如果不保存 当你关闭这个服务器的话 这些图片还有模型都会丢失 好的 现在我来回答一下 很多网友经常问到的问题 就是如何安装插件 很多网友都问到了 这个怎么安装 比如说这个小伙伴说 怎么安装这个生成视频的插件 还有别的一些通用的插件 其实我们已经安装了 Manager那个管理器 我们可以在管理器里面 直接安装插件 我来演示一下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里有个管理器对吧 这个管理器 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插件 我们已经安装好了 然后点开这个管理器 然后点击第一个 Customer Notes Manager 在这里呢 就是安装插件的地方 我来演示一下吧 比如说刚刚那个网友说 就是声称AI视频的插件 叫Cog Video 我们搜一下 Cog Video Cog Video 这样的话就能搜出来一些插件 然后你就选择 加这个星星比较多的 然后比如说这个大神 KaiJ 如果你不是一个新手的话 你看到这个名字 应该很熟悉 这是一个大神 它已经开发了非常多的插件 这个1122型的 对吧 我们直接点击 这个install 就能安装了 它会直接从这个GitHub上面 下载这个插件 现在正在安装 现在已经安装完了 但是这里有提示 如果想要使用这个插件 必须需要重启 我们可以点击下面的 这个restart 重启一下 注意我们有几个需要观察的点 我先点击它 然后它说是否要重启 我们点击这个OK 然后就重启 可以看到 现在这里是处于断开连接的状态 这个地方显示reconnecting 它尝试重新连接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代码 所在的地方 可以看看这里发生的什么 这里可以看到 它会提示这个连接中断了 然后呢 它又会 其实它在刷新 然后它又会自动连接 再往下 还显示失败 然后再往下 然后这里就已经成功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 我们安装的所有的插件 可以看到这个CockVideoWrapper 它已经出现在这个列表里面 之前是没有的 说明它已经成功了 而且 你看这里有Starting Server 说明已经好了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页面 可以看到 它那个刚刚不是有一个重新连接的提示吗 现在已经没有了 说明这里已经好了 那怎么样进一步验证呢 其实我们可以点击 这个左侧这个列表 我们点击这个 就是节点 节点的酷 然后 在这里看一下有没有 我们可以搜一下 好像没有 那我就手动的刷新一下页面嘛 点击这个刷新 手动刷新页面 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新的节点 好我们再点击一下这里 好的 看一下我鼠标所在的地方 叫CockVideoWrapper 它已经出现在这里了 然后 其实在这里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使用节点的方式 点开它 这里有不同的节点 然后从这里可以直接把它拖拽到这个地方 我先把它清空吧 先把它清空 然后这里的所有节点就直接能够拖拽到 这就是吸引安装的这个节点对吧 然后其实没有必要安装一个节点就重新启动 比如说我想要安装多个节点对吧 我可以一起安装 然后只重新启动一次就行了 好的 现在让我来回答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删除模型 模型问题都比较大 然后重启一次 你下载可能消耗的时间比较多 就是所以 为什么挺多小伙伴来问 怎么要删除 那我来演示一下 先把这个评论关闭 首先要删除模型 必须要把这个Comp UI的网页给它关闭 现在它正在运行 让我把它关闭 然后回到我们的代码这个界面 来到这里可以看到它依然在运行 这里在转圈圈 或者说这里有个星 然后其实最明显的 如果你就判断它是不是在运行 对吧 就是这个地方 当它在运行的时候 这里就有一个Cancel Run 也就是停止运行的按钮 只有当它在运行 才会出现这样的按钮 如果它没有运行 就不会出现这个按钮 那我知道它现在在运行 我首先要停止运行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Cancel Run OK 点击了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就消失了 然后这里呢 也没有转圈圈 然后往下面看 这里出现红字 其实这个红字的意思是 是我们手动的把它关闭了 所以才出现这个红字 这个是正常的 没有问题 然后这里就是这个代码 如何删除模型 这里呢 你需要提供两个东西 第一就是 这个模型所在的文件夹 它在哪个文件夹里面 比如我知道 我现在在checkpoints 这个文件夹里有模型 所以写上它 第二个就是 这个模型的名字是什么 要求它完整的名字 那我这里随便 写了一个假的名字 对吧 这个模型是不存在的 那我先运行一下它 可以看到 它提示说 没有找到你提供的模型文件 那因为它本来它是不存在的嘛 然后 那我们来一个真的 我们找一个真正存在的 对吧 注意看这里 我们观察一下 现在的使用空间是15.7G 对吧 我找到一个真的文件 比如说我知道ABC ABC是真的文件 对吧 它的大小是1.8G左右 我们找到它 然后把你的鼠标 放到这个代码框里 放到这里 这里有黑线 这里有三角形运行符号 如果没有三角形运行符号 你点击这个三角形运行符号 也是可以的 放在这里 点击这个运行符号 正在删除 来说模型文件已经成功被删除了 然后这里 它 它是之后的 它的更新没有那么快 OK 在我说话的时候 它更新了 刚刚是15.7G 现在变成了13.9对吧 这样的话这个模型就删除了 那我们再把另外一个大模型删除 比如说这个模型 然后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它的名字 是吧 你在这个上面我们下载模型的地方 也能找到它的名字 然后我在这里看到了 我把它名字拷贝在这个地方 记住这个名字一定要包括它的后缀 Ceptensors 它在这里 然后 点在这个框里面 然后点击这个 三角形运行符号 或者这个 点击它 运行 很快 它又说又删除了 然后注意看这里的空间 稍微等一下 它这里 之后的 好的 已经变了 还剩下352M 说明我们的模型文件已经全部删除了 现在让我快速的回答一下 一个网友问到的问题 可能不止一个人问到了 就是我已经终于等到了这个问题 可以看到现在我这个显示器上显示的 这个错误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错误到底是为什么 然后当你点击下面的按钮声称图像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其实这个就说明你这个连接已经断开了 服务器与这个网页的连接已经断开了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如果我们这时候回到我们代码所在的地方 然后就是重新运行一下这个代码框就行了 根据我自己的使用体验 大概是可能是一个小时 它会自动关闭一次 但是也有可能就出现别的错误 它也可能会关闭 我们只需要再次把它打开就行了 就把你的鼠标放到这个代码框 放到这里 放到这里 它变成一 这里有一条黑色的线 然后呢 我们再次启动它就行了 点击这个三角形的运行符号 这里变成星星 然后再开始运行 大概可能15秒30秒的样子吧 对 去看 看下看 对 当看到了这个地方 starting server 然后代表就可以用了 我们再点击这个链接 再点击它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使用了 快速的回答一下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 confi UI对电脑的配置要求是什么样的 有没有我的电脑是不是很强 这个和你使用的电脑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这些所有的计算都是在开构的云端平台计算的 你用再破的电脑都没有关系 只要能联网就能够使用我刚刚分享的模型 还有工作理由生成AI图片了 和你本地的电脑一点关系都没有 还有一个就是你可能在使用的过程中 就出现各种这样很奇怪的问题 不太确定是因为什么 那这样的话你就把这个网页关闭 关闭它 然后来到这边 来到这个地方 如果你来到这个地方发现 就这里有一个按钮 要停止运行的按钮 就说明这里在运行对吧 我们可以点击它 点击它 然后下面的这些所有代码都已经停止运行了 如果你来到下面 它就会有红字 应该有红的 对像这种 这个就说明是我们手动让它停止运行的 这里已经 已经停止了 停止之后 你来到这些输出都不用管的 来到这个第三步 这里是吧 然后你把鼠标放在这个框里 再次重新启动它 就行了 鼠标放在这里 然后点击这个三角形的运行符号 再次重新启动它 然后你再打开那个网页使用 这个其实就相当于你重启电脑 然后去解决这些问题 其实今天这一期本来想做腾讯云的 但是我在出色腾讯云的时候 遇到了一些问题 所以腾讯云就放到后面几期再做吧 今天所使用的所有的代码 还有工作流都会分享给大家 然后链接会放到视频的下方 如果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 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欢迎给我留言 所有的留言我都会及时回复的 好的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